亮剑丁伟说,给他一个诗他敢打太原,李云龙真敢打太原吗? 亮剑这部剧的成功离不开剧中出现的众多经典台词,比如李云龙的嘴里就说过不少,二营长李他娘的意大利炮呢?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? 堂堂大丈夫带支母枪传出去,让人笑话我就要那只功的,等等,当然了其他人也说过一些经典台词,其中小编就最喜欢丁伟的那句,给李云龙一个诗,他TM敢去打太原,这句话虽说挺搞笑,但也充分说明,李云龙胆子大,那么李云龙真的敢去打太, 那么当时丁伟说这句话的时候,是李云龙正集结部队攻打平安县城原音旧,是山本一幕偷袭的,位于赵家豫的独立团团部,不仅打伤了赵刚屠杀了赵家豫,几百相亲更过分的是连李云龙的新婚妻子也被抢了如此血海深仇。 像李云龙这种暴脾气的人,怎能甘心仇人在他面前全身而退呢? 所以山本才,走到半路就被李云龙追上,并最终消灭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楚云飞没,又打掉山本一伙人乘坐的汽车,而是直接跑回了太原,那么李云龙真的会想听伪说的那样敢去直接攻击太原城吗? 先从客观上分析一下敌我力量对比里,云龙的独立团经过扩变。 正规部队达到了八个营七千多人枪,再加上地方武装、民兵等总人数超过一万人。 另外武器装备上,也更新了不少轻重机枪,明显增多还有制弹筒、排击炮甚至连意大利炮都搞到手了。 再来分析一下日军方面,当时日军在山,西境内的人数大约有十多万人部队主要来源,是小总一南的第一军,除了分散在各处的日军。 仅太原城内的鬼子,应该就不下五万人太原,毕竟是山西的省会城市啊,而且是日军第一军的司令部,所在自然这里的部队,应该都是精锐。 而且装备上肯定十分精良,比如坦克、装甲车、重炮甚至作战飞机这些重武器,也应该都是标配。 所以面对日军如此强,大的兵力除非李云龙真的被仇恨冲昏了头脑,否则他是不会傻的去打太原的。